凌晨趕工印制《蘋果日報》 過去26年的印刷廠日常 恐怕要成為絕項 遺傳媒董事會原本週三聲明 最後一份《蘋果日報》 最遲會在週六出版 不過《蘋果日報》管理層隨後宣布 基於員工安全及人手考慮 週四將出版最後一份實體報紙 我覺得善氣不低 我覺得大家都是很正面的 不是說正面 真的不是好像大家在外面傳統說 大家都要趕著辭職 我沒有覺得不是 我想我會落到最後一刻 只要是會落到最後一刻 香港《蘋果日報》在臉書提到 走過26年美好的仗打完 儘管結局不如人意 儘管萬般不捨 但試著努力活下去 堅持與香港人同行的決心 26年來從沒改變 童鼠壹傳媒旗下的《易周刊》 也宣布停刊 社長在公開信表示 編輯部相信大時代下已經到零終點前 過去大家為《易周刊》努力過 享受過做新聞的自由就無悔了 即上週港府出動大批警力搜查蘋果大樓 逮捕五名高層後 週三又逮捕一名《蘋果日報》評論的主筆 美國媒體《華爾街日報》編輯委員會發表評論 批評港府在中共支持下打擊特定媒體 《蘋果日報》編輯是新聞勇氣的典範 《鋼精》則重申 行動仍在繼續 不排除更多人被捕 新唐人亞太電視 黑箱坪之警方 《蘋果日報》 在銀行中 郭文貴 這裏報道 貴 cię 草貫